东莞十白的那个事,你们也听说了吧 现在是凌晨四点钟,我被文子咬的 我刚刚在手机上面刷那个抖音 刷到这条新闻,说东莞十白那边 那个小伙子找不到工作 饿了三天三夜没吃饭 直接隔壁在十白大街上面 整了我一晚上都睡不着 然后,这个事情也让我底位到了 我不敢躺平了,我要违规正常的生活了兄弟们 太恐怖了,躺平二三夜都饿死人了 搞得我现在就有点忘了呀兄弟们 所以,我明天早上几点半要去干日节了 我晚上睡不着,但是我明天就干一点火 我时间就调回来了,该违规正常的生活了兄弟们 所以在外面找工作的朋友 能找到工作就赶紧去工作,我要再用公价了知道吧 饿饭真的能饿死人了兄弟们 现在搞得我有点忘了 大家好,今天是礼拜四,再上两天班又可以休息了 每天中午都是吃了饭,然后回快点玩这里思考人生 今天来广东打工,感觉到是出来混进食的 每天上八个小时只剩一百块钱 一天的时间白白浪费掉了 客主一场开机,所剩无几 远到中年,每天再被挣钱的事发着,可惜,醒的太晚 每天三点一线的生活,枯燥又发呗 但除了进场,又不知道自己是要做什么 明明直到经常打工,靠体力挣钱是永远帮不了身的 但现实很残酷,没有人愿意带你发财 凡事都要靠自己摸索,没有一级机场,年纪也大 挣钱业励不从心,同时还遭到别人的嫌弃 不计又不用加班了,早上的时候都没有什么事做 早一个上午呢,只能不能即可入食 最近显然,都没什么订单,每天八小时 哪几十五百块钱左右吧,只能够委屈基本生活 我觉得我老公就是一个春春大冤种,就是他买的这个房子 看看这外面这么破,进到小区里,里面跟鸽子龙一样的 一个挨一个,根本没有小区环境 关键还是小产权,五十年产权 当时买了将近九千亿瓶,加上装修,总共花了不到五十万吧 而且这个房子是在北京郊区的一个村里 我是真不知道他当时怎么想的,花这么多钱买这么一个房子 这钱要是在我们老家县城,可以买一个一百多瓶的三十一厅 今天我问了一下中介 我说这个房子现在如果卖的话,能卖多少 中介很直接说,现在可能十万也卖不了 现在房子都在降价,没人卖,只能租出去 租出去一个月能租两千多块钱,还能稍微回回本 但是我公公不让出租,老人爱惜东西,怕租出去把房子给糟蹋了 关键这不租出去,不就相当于每年白扔了两万多块钱吗 有这两万多块钱干点啥不行呢,我是真不能理解 西安最近这个流感是确实比较严重,很多的幼儿园中小学的孩子都感染了 3月8号也就是昨天西安发布了一个流感应急的预案 其中提到必要的时候可以实施疫区的封锁,停工停业停客等措施 不仅如此,现在假流抗原跟当初的核酸剂一样也火了 而且价格也不菲,测试的方法都是去捅鼻子,价格是30-70元不等 我们家孩子去医院做的鼻式子是68元一次 另外一个卖断货的就是治疗流感的奥斯塔维 最近我想家里有孩子几乎是没有人不知道这个药 各大药店都是处于断货的状态,很多人甚至托人从外地去邮寄 群里也到处都是求购这个奥斯塔维的 而且这个药必须要吃个五天才可以 说实话,听到这些个消息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 就我来说的话,我是非常惊讶的 首先就拿这个停业停客这个来说 疫情才刚刚结束几个月,好不容易大家都是恢复了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状态 现在最怕的就是听到动不动就封控的这个日子 这绝对是当前西安人最强烈的行程 其次就拿这次大流感的症状来说,我们家孩子是感养的 要说严重的,感觉确实是比新冠要严重一些 新冠只是高烧失睡,但这次假流是多了嘔吐肚子痛,实力减退 高烧也是一个持续性的,两天没有吃过一口东西 但是第四天到第五天开始,高烧就退了,肚子痛的症状也会慢慢的消失 虽然说食欲还是不太好,但是总体的感觉不至于达到要封控管理的这个程度 再说就冲击它本来就是流感高发的一个季节 往前来说冲击感冒发生的人也不在手术 只是说这次流感的毒株它不太一样而已,对症治疗就行 也希望大家不要去恐慌,该上班的上班,该干嘛的干嘛 市和远方都需要路费,加油挣钱吧 外卖平台每天抽你20%,你卖的越多,抽越狠,基本上都是在被平台打过 平台又像吸血鬼一样,非得把你吸干净不可 做线下没客流,做线上你没利润,就算你免贡租,估计你都很难生存下去 为什么,因为现在大家都没有钱去消费了,对不对 尤其是自从有了电商网购后,实力店更加困 实力店的同学只有真正做过实力的朋友才能够真正切身体会到他 干脆我们都不要做实力店,都关门算了,省得很多人说实力店老板都是黑心的,都是暴利的 以后大家都去做红算了,都去做知识费算了,这样可以快速的拥有好车好窄 那互联网的进步导致了越来越多人感到孤独,大家发挥一下想象力 如果大街上没有一家实力店,那你所在的城市会什么样的一个场景 人生中的第一套房,学亏,今天去看到房子,从卖卖房子去过两次,一次去收房 一次去拿房子,拿房子的时候呢,我还没来得进进小区呢,就着急回来看孩子,再次去看看 到这儿的说明有了,先加个油 前段时间呢,我把房子挂上,想明白,今天我们看房子就正好去看看,了解一下现在的房价,看看到底这套房子亏了多少钱 刚才一个合适的话就卖了算了,反正现在也还还贷款,卖了,在北京换一个小店的 反正早晚都要在北京买,新的一年新计划,我和孩子的新生活要开始了 如果呢,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一开始买这套房子呢,是想的,起码是自己的一个房子,是我自己的名 还有就是孩子的上学问题,一个小区的配套挺好的,一般人小学都有,那时候燕脚还先够,我就买的是上住的 加上这个房子也是我喜欢的那种,富士,调高六米的那种,完了,还是那种大弱体房,我比较喜欢 然后我买,一开始呢,一开始就说是可以落户,后来放开了就说不能落户了,哎,不行了 加上我一直在北京住也不想动了,这套房子就,这套房子下来就一直空着也没装修 后来孩子的上学落户问题,我又在燕脚买了第二套房子,那现在这套小的就更没什么大用了,还亏钱,没用要款就贷款,想想还是决定卖了吧,没想到掉下掉了,那么多久 听完这个房子的卖的价格,狠狠的亏了,一万一十万,这一万一十万我干点啥不好,请两半点了,你们干完房子呢,回去再研究研究吧,回北京吧